消息指,醫管局將會提出延長員工退休年齡至65歲 消息指,管理層會提早與員工討論退休事宜 員工可以自由選擇,是否由現在60歲的退休年齡 延任至65歲 消息指,60歲後續聘的職位將屬於編制以外的職位 不會影響年輕員工的升遷機會 有關建議將會在下星期四在醫管局大會討論